不只是歌迷非常的关心Selina 昨天呢很多艺人也紧盯着电视来看 那么像是好友罗振祥说 真的很替Selina开心 但是暂时是不会去看她 让她在家里头好好的休息 那么短短17分钟 昨天Selina露面 艺人朋友们包括了蔡依林 潘伟博都在电视机前同步的关注 就连曾经一起主持的艺人 都佩服Selina的坚强 开心她可以出院了 才刚发新单曲的小猪罗志祥 出席活动这一天刚好是 前绯闻女友Selina出院的日子 她说真的替她感到开心 我相信她也等了很久 然后可以在家里跟她爸爸妈妈 还有妹妹跟她的狗 然后过年 希望Selina能跟家人 和最爱的狗狗回家过年 但会不会去家里探望她 小猪选择让她好好休息 去她家 我觉得还是让她好好先复健 Selina首次露面 记者会在林口长庵开的同时 演艺圈的艺人好友们也同步关注 曾爱她一起主持的陈汉典 佩服她 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女生 然后也很乐观 然后我觉得 希望她能够继续再加油 我以前跟她一起录节目的时候 她连觉得今天有点婴儿肥 她都说 我今天怎么婴儿肥 我不要我不要录了 这样子 那可是经过这么一个事情之后 然后她今天跟着她的两个老婆 然后一起出来 我觉得好棒 而潘伟博则在电视机前看 Selina出院的实况转播时 第一时间传上自己看新闻的画面 说好开心 好感动 蔡依林则在记者会开始半小时后 在微博上为她加油 说勇敢的你树立了更高的标准 再坚强这两个字 你真的好棒 娜娜公主加油 曾和她一起主持的哈林 听到她即将出院回家过年 也心疼的说她表现的很好 我原本以为她是芭比 后来看她的表现 发现她是金刚芭比 89天后终于露面 短短17分钟的记者会 艺人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起关注 看到Selina还是一样开朗 乐观 一起为她的重生加油打气 中林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中林新闻台北综合